我就指到这个恶心会诸如是觉 觉心它就片面都念念都觉 你何必说指 觉得指时跟你觉得不指 是不是都还是执着 我就是说我认 我认这个觉心 认它 认它 照着要认到这个觉 你还有这个认相吗 还有认相就不是觉了 因为觉心本来大觉 何必再说认 你说灭掉什么东西 叫做住址认灭 是不是 我要是讲错再提醒我 所以讲到说在修行上 妄认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什么心可以成就 那都不是修圆觉心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不知道跟文书菩萨讲的 远照清净觉相 就是不知道 释迦摩尼佛跟普贤菩萨讲的 心如坏者一复远离 远离为坏一复远离 离远离坏 这个离字都还要远离 得无所离 极处主坏 无所离时 你还见到有东西有二吗 还要再说认知 什么认的 什么灭 什么住吗 那都是二法 所以那叫做患 所以众生永难脱掉患病 何况还有我人众生受者 就在里面分我人众生受者 这个我人众生受者 在圆绝经上讲是讲一个休息人在这上面 亲近的心中的绝招 他从绝肿一段一段的去批拨的时候 还会堕在四项里面 那众生拖在烦恼的时候 你当然是四项前流 你永远拖不过去 你永远不知道业感现前就是受者 所以常常就是望分种种人我 就是众生 那人我现前以后就起对待就是 人像 人像之中就是坚固 有我 就死在四项 但你不知道那都是绝 绝就是能够如是先人 但是我刚刚已经在讲过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听 不是说从我绝后面又有个人绝 再有众生的绝 不是这样 是个像 不是这样 是为什么讲像 它就是绝 绝的角度看得不同 像就不同 所以叫像 不讲人绝 我绝人绝众生绝相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同样是一个 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正在照的时候 是色 山色水上 你突然看到这个色的时候 才发现就是近照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是近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连这个照都不是近 这个镜子就是本来是照 何必还有个照 这照子都不可以急 照子都没有作用 照子都不急 所以众生像 他明示就从玻璃中 或者从镜子中 就是玻璃就现玻璃 照镜子就能不静 就是受这效 懂吗 不懂啊 不懂就告诉你啊 不懂的 你西方就很难去 当然你说去当然是可以了 你说师父不要恐吓我 那不是都是要接引众生吗 为什么要叫恐怖人 这是因为把你们把你们当成上根人家 帮我们当成行人家 帮我们当上根人去期许 我们不能老是下神嘛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念到星辰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有佛来接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还是在念心中 因为念到赤神 感觉到有那种依稀有效 就好像念到赤神的时候 做梦就那种庄严 那个时候就是被你的心气带到 带到将来 终于生看到 这个是随心气所现的种种庄严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到的西方 不是你下柄下神而已 你看到的西方都是下下 下柄下神的西方 因为没有见到他的 真本来面目 等到有个人知道 自己心中要掌养 掌养功德以后 从他的信中看见 一切原来都是极尽 都是善 那将来从宗医生看到世界 就是如是极尽 就是如是善 你看到的就是中品西方 那个地方不变 你感觉就不同 你看到的西方就不同 上善的人 原来都知道是什么 原来连那个土是心中流露 随时心中流露的时候 就是心中的极星 所以那个土 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土 所以我要去的那个土 那叫做接应 上根的人就是 我心中献中那种土 从此以后 他不是在土上说接应我 我随时现的是土 不但我就常常住在心 心中这个土上 我的土来能接应众生 那是上根的人 就是有别于中下 因为中下还有接一项 还有个土可投 心中有个投 上根一项都不一样 所以我是跟你们讲说 你们自己还要等到别人来练吗 等到自己将来就是不懂的道理 只是念阿弥陀佛 什么东西呢 念过多好 念过 好拜祷 开我了 就好像你回家跟孩子讲 你什么事情都念做 你心中有 我写善人的名字都好了 你农免走了 你好拜祷是善人 小孩子都会说 妈你胡说八道 我都不做念善人的名字就善人了 对不对 世间教育尚且不能如此 何况学佛的人可以教他说 不是讲减刑并重吗 你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 能成他能够从这名号成种种豪杰 能够成就种种习义吗 豪杰就是什么 豪杰就是真正我是念佛的人 我看金刚金石 可以感觉到原来阿弥陀 无量光无量寿中的心中的豁达 心中的般若智慧 所以我念金刚金石 我心中赞叹是阿弥陀的智慧 我看到华言金石 看到菩萨的种种功德流露 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种种功德 所以我看到华言金石 我也如同读了一部 我也如同读了一部 就是阿弥陀经 读了一个无量寿经 我看到任何经典 甚至看到世间的这些 这些善法师 我都可以感到 感觉到无量光无量寿中的智慧的流露 它是代表无量光 跟无量寿中什么样的智慧 所以它是一个行者 走到任何地方 都能感觉到这个佛名的所在处 我说你叫做净土行人 这个人将来必定身在西方 将来说我看到他就不是无量光 就要像台庄某大居士 现在已经往生了 现在往生了 在他开始步上讲说 念佛要专心 要念到地藏王菩萨名字 要死的时候 地藏王菩萨名字 你就乱了 假如你现在不专心 将来突然往生说 人家初念 突然有念地藏王菩萨 你就乱了 你就去不了西方了 那为什么把佛法讲成这样的支离破碎呢 那为什么最初在将里念阿弥陀的时候 就不会告诉你地藏王菩萨也就是阿弥陀的功德呢 所以我真正是修阿弥陀的人 真正修这个净土法门的人 我在看观音菩萨的时候 我都知道它代表弥陀的什么功德 我在想地藏菩萨的时候 我都知道它代表弥陀的什么功德 随便你给我列举一切法 我都马上回归在阿弥陀的名字上 这个人明往生时 别人在旁边念地藏王菩萨 太神想到阿弥陀 这不叫做保认吗 那众生的智慧是可以这样培养的 为什么不培养呢 你为什么刻意去遮掌它 而不让它崛起呢 要遮掌就不叫做绝 就不是佛法 让它崛起 让它能够骗净就是佛法 这叫大绝 所以我讲过很多譬语 一个画家或是纯熟识 走进任何环境 任何国家 任何文化不同的背景里面 他都能够把所有的一切的意境 谱成图画 谱成颜色 一个音乐家 他也是如此 心中纯熟 使他可以任何环境之中 他念念之间想到就是音符 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 跟你一个名字 你怎么没有想到 它是代表阿弥陀佛什么功德 你要是真能够这样做 我说你真是个念佛人 是真正懂得一门深入的人 不然你说的那个一门 是一门别于种种门 那个一门叫做什么 那一门叫做别利 别利就是二法 我说的一门是一门一切门 一入一切入 这是心中本来有的功德 这就是 也是很多现在进土中中 要学的这个局势 但是这个局势 对吧 就是我们某某大和尚的老师 就告诉你 那地上王菩萨也都会乱 把大法拿出来如实说 那假如说大法拿出来如实说 那无量光无量寿代表什么 无量光中 它不是包含一切万法吗 既然无量光中包含一切万法 就像我刚刚讲的 决心它所起之处 就是色身相畏处法 那你要知道色身相畏处法的人 他马上就能回归决心 所以这样的人 他处在众生世界 不管给他什么样的色身相畏处法 都不能迷惑他 因为他见到一切法时 都会归到决心中 所以他能够入一切众生世间 叫做大自在 那你懂得这个道理 才叫做无量光 那我们是净土门人 我也是净土门人 我当然要为这个无量光抱不平 我当然要为这个无量寿的解释 抱不平 明明是净土 是世界末法中的大法 你却拿来如实显隐说 常常拿古德的道理 不知道古德的深意 也只大事说 是三藏十二部留给别人物 这是你不懂道理 古德找正最异心 找知道无量光 不然你看 也知道是写出来的 是不是都是很多经典中的道理 那你说你叫了三藏十二部 留给别人物 为什么你常常拿别的经典的道理 来跟我们解释 你不知道古德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 你不知道一心 一切心 一法 一切法的人 你看这边分三藏十二部 还有三藏十二部的分别的人 你就留给别人物吧 你好好练佛吧 你只能练佛 你要知道一心一切心的人 在一心之中 就能够入一切三藏十二部 三藏十二部 不过就是一心 所以他能够远入一切法 所以古德讲的三藏十二部 留给别人物 是跟下下根说的 跟上上根的人 才会跟他说 就在这一句符号 正起之时 你还有三藏十二部吗 在这个决心 正显露之时 你看一切文字 就是在你的决心 正明白这个决心之时 你还有三藏十二部吗 这是跟上根的人说的 我们不能老是拿古德这种经营 那种贫穷行者 这贫人的那种法 来在这边说大交 所以有的时候讲这个 不是我 你可能听到 就说私质量供高了 就是在这边 我也常常 我也知道 我自己是个反腐 我从来绝对不会供高 但我这个反腐里面 毕竟还是要告诉大家 佛法有佛法中的道理 佛法一定有佛法中的全宝 佛法一定有超越世间法中的 它的根本的基础 跟它根本的含义 所以叫大义 叫无量义 不能拿来这样子去全解 假如那样子去全解 连你们一些在家菩萨 真的用心去思维 就会发现 那样的决心是不透彻的 那样的决心是绝对不圆满的 那样的决心是有霹雳的 那样的决心是有分别的 那样的决心 你要跟一般小孩子 讲说那样子修行都不对的 我不要读书了 就念 那要是说这样子 你都能够臣服 还能开智慧 那你要上学干嘛 在家念孔子 叫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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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开悟了 你要想做谁 你就念他的名字就好了 你也不要好好读书了 对不对 李远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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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出去 你不摔一个脚 折到一半再滚 讲你说你开玩笑 读书人怎么可以只念李远哲 只念这个孔子 应该好好读书 请问那你 怎么在大教育中 这样都往手 你应该远手 因为懂得无量光顾 有些老菩萨不能看文字 叫你读 叫你念这句佛号 因为我懂得 因为要说法的 要懂得心法 因为真正亲近这个名字的人 只要赤诚心 叫你走进大山 大山没有文字 没有阴声 你只要赤诚 山水在你心中 会起无量文字 无量阴声 所以你当下 你虽然不能看很多文字 阴声的人 我只要你正正一心持名 你应该也能正得如是阴声 正得如是名字 这叫做介意 这叫做方便对应激说法 但是你有这个能力 看文字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你看到 这个文字 跟这句阿弥陀佛 还有差别否 还有差别 那就别念那个名字了 你念不出来 这是鼓励行者的说的 那再跟一些下下根的人 你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就打死就是 我就是不看那几书嘛 那怎么办呢 那就好吧 那还是跟介意老人一样 你好好念那个名字 他懂得道理吗 这是介意 介意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慢慢回去 想想想看 想想看 想想说你们真的能够体会到的 将来再劝别人读念佛的时候 就算我们还没有那个因缘去读很多大经了 可是你要欢喜听到经的名字 因为你听到那个金木的名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思维 为什么叫做大方光佛华也 这个跟无量寿 无量光有什么意思 因为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都不理那个心 一定跟无量寿 无量光无量寿有什么样的道理 所以你可以在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名字下去思维佛的这种大华也的这种发心 那你的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更有实意嘛 不是从明入实嘛 听到金刚波者说你知道为什么叫做无量寿叫无量光 因为一切法不熟固 一切法不熟固 因为一切法不熟固 所以它能够随缘骗招 随缘不变 我不变随缘 不会说一变 一随缘就变 对吧 所以你会体会原谅无量光中 随缘不变的 所以你越称这个无量光 越称阿弥陀的时候 你也可以入 你也可以随时在任何法中去体会不变的 那种无量光中的决心 是不是成一个名字 你就能够骗知一切法 骗入一切法 这叫做一门深入 这叫做一门深入 不然你们讲到一门深入 你们自己回去想想看 它绝对是掌闭你的决心 绝对是暗闭你的决心 绝对是分化你的决心 不是大决之心 不是大决 不可称无量光 无量寿 我们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苦极于一切 苦极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顺便讲一下 常常讲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你会想说 到底什么时候 我才有如实功德 与众生皆共臣佛道 你先要在你的六根六臣当下 都能够参 那六根六臣就是众生 你能在自心中的六根六臣之中 参到 见色之时就是绝 闻生之时就是绝 所有一切六根六臣的众生象 起初都是绝食 将来 你入一切象中 入一切境界的时候 你就是拿这一面功德 看一切色 就是 我们大家对待了 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 你心中的那种情境 就像大山 你看到大山的时候 大山还有一个舍手里 但是 你必须要先真正正道 众生都是佛道 所以地藏王菩萨讲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为什么 假如还有一根一臣 你不知道是绝 那你就不是菩提 所以一定是 什么时候成菩提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众生在哪里 有个六臣 有个六臣在哪里 你我中间 现在看到这些色臣对待 就是 你我现在现象 就都是 清缘卷属 都是 就都是 我没得过 我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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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曼弥霍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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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彌托佛 我彌托佛 请奉着 看到第十四页 讲义的第十四页 上次会跟大家讲过 在前面几讲 都是先跟大家再略谈一下决心 然后再说经文 现在开始都是在经文之中 再跟大众提起决心 所以普门品中 在所有的字里行间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文字上面 都叫做一心称观是因菩萨明 所以整个普门品 就是叫你如何念念之间 心中能称起观是因菩萨的名号 观是因菩萨者 就是大决心中同体的智慧就是 所以很多古德讲 你欲证文书制 先知同体性 要欲得普闲行 先知同体性 你要能够心中能具大变王 也要先知同体性 要知道同体性 所以这个同体我们又方便说 就是大悲 就是大悲的心中的根本 灵明的本来面目 所以悲者 一切法中国人自自非 非心 一切法中流露之时 它就是一体 不更立心 就不更立心 就是非心 所以能够得到一体 你才能够起大悲之志 才能够起大悲之志 所以又讲 观是因菩萨与 所有众生有大因缘 因为你要是思维大决心中的根本 是心中的智慧 会有先知到原来与万物同体的功德 你要能够思维普贤 菩萨大恨的流露 你就知道当下大决心中 同体的流露 你要能够想到 大愿地藏王菩萨能设众生 能够同归绝海 心中的根本的愿力 你要知道当下它本来同体 同体之上它必定能骗射 并因为它是一体流露 不能够回于一体 这就叫做大愿 所以不示观音明 就叫做残忠讲 就叫做不示菩提心 就叫不示菩提心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觉醒中的妙永故 要唆博众生 都成观音菩萨 这个同体的大悲至海里面 能够震到心中的清静 所以刚刚在讲课之前 已经跟大家讲过 若是你平时不能够做如实功夫 将来临往生时 能够找到一点大决心中的迹象 绝无可能 决心的迹象都无 那你所看到的 就算看到有诸佛来接 那不过都是你心中的妄想 尘埃中的意识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切锐下 那不都是不保认的 搞不好那个锐下就是你的恶业 搞不好那个锐下将来就是 是地狱之中它最初皆以你的迷惑你的心中的根本业力 所以有的人一天到晚看佛 看见菩萨 若是见佛见菩萨在像中都不知道原来都是觉 还是随着种种感受流转 那都不是佛 也不是菩萨 因为那个时候心中所说的佛 还不过就是在尘埃之中 在触感上面 所以的一切妄想迹象 所以又方便说 陷入是像者 魔王也就是你心中的根本流转的业力 要接着做魔王 所以讲到这里 那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新闻上来 上次已经讲到满中怨贼 满中怨贼就是我前面刚刚讲那么多话 就是告诉你 你要是不能够在平常的每一个念头上面去猜 它就是你的根本的绝民心地 根本就是你的决心中的智慧 你要是不能够认责 它是你的根本智慧 那它就是你心中的愿贼 因为念念之前 所有的法法之上 在念头之前 其实它都是众生的生死根本 为什么 一命于心 那所有的一切的境界 就是它将来在烦恼中流转的势力 为什么是烦恼中流转的势力 因为已经不是本心 就全程烦恼 就全程烦恼 从所有一些希望知识之中 一直往下去流转 就全程烦恼 就好像镜子献色 见到镜色之时 不知道是镜 从色之中再其分别 于是乎它从分别之中流转分别 它就永远难归于尽 从此以后它就根本离世即兴 叫它再要回头绝无可能 所以那种势力能够仗着它的本庙 根本心中的本庙圆明 所以又成为大烦恼 又成为满中怨贼 就是满中怨贼 那你能够体会 那就能够问你当下 现在这一念时 你还有绝的感觉吗 所以我们平常若是都能够用这一念心 能够都去体会大决心中流露的每一个念头 现前的每一个念头都是由大决心中起 叫做久而久之 可能半年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可能三年 随大家的用心不同 随大家的过去之中心中发的愿力不同 但是都需要时间的魔力之后 你突然就会感觉到就有决心 那种感受就会现前 这就是常常跟大家讲的 就好像阔安祖师讲的石牛一样 但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见到决心的迹象 在任何念头起初 你都能够感到决心的影子 就是聊天鼻孔正常 聊天鼻孔正常 聊天鼻孔就是牛的鼻子 是冲着天 表示你处处都看到这个决心的气息 把这个心当成牛 虽然还没有抓到这个牛 但已经感到牛的气氛 已经感到决心的气氛 它在哪里感觉 阔安祖师讲的 水变临下 积变多 芳草披露 剑也磨 什么是水变临下 心阴流畜 念头起初 就是水变 处处的念头 所立之处就是临下 所以每一个念头 一念当前 你都能够感觉到决心的迹象 那事实上水变临下 就是每一个念头跟意念当前 都是决心的迹象 处处都是 所以叫做极变多 但是你看到了吗 为什么看不到 所以告诉你 芳草披露 剑也磨 它虽然极变多 但是都被你过去的种种烦恼中的妄想之拙 如同芳草披露一样 这样折腹着 就好像牛鸡一样 虽然在 但被那个杂草啊 说遮影处 它不是盖处 是遮影处 但是你能够看到它 你能感觉到它 所以纵视深山更深处 就是非常遥远的地方 但是这个人因为念念之间 以及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都去思维大觉的同体 心中的悲大悲之相 什么叫大觉同体 大悲之相 就是念念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都会思维 觉心的感受 那就是从觉起 西施视觉 目视视觉 现在起的这个念还是觉 下的念还是觉 一切生命法中 从变化当下 都能够感到觉心的存在 这个久而久之啊 你就会感觉到 有决心的气氛 所以叫聊天逼空 障藏他 你才能够真正有点 能够走脱出你的烦恼来 能够走脱出怨贼的束缚来 不然你绝无可能 所以到了生死关头 你才会发现 今生又是枉然 今生就是枉然 因为生死当前呢 一切这一生中跟过去生中的烦恼 会顿时现前 那他突然的云涌在你的意识啊 一根之前 在六根门头 你一下子就被那个势力蒙昧 就会被势力蒙昧 那种势力强而有力啊 但你眼前扑来的这个时候 你却一点绝心的感觉都没有 假如你在这个生死啊 就是还没往生之前 你能念念在你所有的念头当下 都有感到绝的感觉 甚至于听到现在敲击的声音 都知道都是大绝 九二九十六月发现 声音的音像依旧 但是你住在这个绝心中是平等的 都是从绝心中起 现在讲起来 你可能还没有那种感受 那你只要真的用心 感受就会先前 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面目 那那个时候 纵然是在凌亡身前 过去的夜感现前 打山步 你心都不会进 那时候都是 感受都是平等 那都是平等 这样的人 不需要别人助念 这样的人 当下就是决心 这样的人 施放善神来户 这样的人 所以一切 一切诸佛菩萨存在 因为那一面 才叫做大犯恨 那才叫做大犯恨 所以上次讲到 满庄怨贼 大家已经了解 什么是怨贼 薄凡念 和他云绕一天 云角一天 薄凡念 下面 有一伤主 这段文中讲 有一伤主 什么叫伤主 看这个 讲义中的解释 闲熟贸易 善之亡翻也 此中 与菩萨之人 以明世间万法 交换变异 更解心念情讲 往来去入者也 往来去入者也 什么叫闲熟贸易 贸易之中 在心法之中 就是交换之相 就是交换之相 也就是变化之相 变化之德 这个变化之德 是什么是变化之德 在这里讲 徐经理善主 他是讲 行者最出发的 向道的这种禁愿 心中的愿力 为善主 因为这个念中 面面之间 能起种种的思维 能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能起正见 正思维 其种种的善法 所以他能够 在一切那种当下 能够酬粮 能够计量 所以叫做商主 所以他也比喻 行者最出发的 菩萨愿力 所以叫做菩萨之人 所以他已经 明白世间的万法 交换跟变异 能明白交换变异 当时你要是 真正讲到文系处 他已经明白什么 已经明白 大觉心中的不思意变 就叫做不思意变 就叫做已经明白 心中的交换 什么叫做不思意变 绝心正在流露时 他就能够随远起种种变化 绝心先前就是明 再明就成贱 再贱就成色 再色就成情 从绝心其处 到最后已经成情 情那个字还是绝 但是你感觉觉的时候 居然有情的象状在其中 所以处处随缘在交换 在变异 不断的在交替 若是没有这样的交替变异 就不能够成为大觉 只是一般凡夫 在觉醒的交换变异 交替之中 从此以后迷失了大觉 行者是他从此以后 在种种交换变异的 所有的流程跟历程上面 他都能够体会 原来都是决心的妙性 就是菩萨道人 就是菩萨道人 所以根结 心念倾向往来去入者 这也心念倾向 就是刚刚讲 念头之间随缘转换 念头之间随缘变现 叫往来去入者 往来者随念先念 去入者念念留念如念 或者讲念念之间 他能够还归于绝 有念若念也是去入 还归于绝也是去入 往来者 毕竟是从决心之中出 能够至所有一切因缘中去 所以讲到至一切因缘中去 过去的凡夫 只想到他的去向 而不知道他的出处 就是凡夫 但要讲到一个往来 或者讲到去入 你都会知道 有他的去向 必有他的出处 所以见到去向 都知道他的出处 知道主出处 就能够明白他的去向 出处而向明白者 就叫做菩提道人 就叫做菩提道人 就叫做行者 就叫做行者 所以一般凡夫 但讲到出处 其实就早已经迷失了 他的来处 有杨吉兰 我认识就能够明白了 太阳厉害了 我认识就能够明白了